今天來告訴大家 如果來泰國的7000 有什麼去必買的 啤酒 Chang Shenghai 那個本來是該買的 你都採裝嗎 竟然還都採裝 泰國7000就是不一樣的東西 泰國7000你看他有小灰色 欸你是要幫我買垮嗎 厲害了吧 欸等一下一層就可以了 一層那個放得去 等一下 你有沒有聽到有在講話 有了我聽到 有舒適的購物 欸這是什麼概念啊 還有推測欸 對啊不錯嗎 全面的概念 我覺得他們的彩妝 欸他這個好可愛喔 欸妮威亞的 說你是free的 你嫂這邊free啦 他已經把錢加在這個護身高裡 好可愛 欸他們彩妝感覺比台灣多欸 對 我覺得現在全世界沒有一個7000超過台灣 唯一有可能超過台灣的是在泰國 我很少誇獎有比台灣更強的7000 為什麼 你先說說看 你要先說服大家 我跟你講 日本的7000啊 其實我以前都覺得很厲害 你會覺得這幾年去日本 都覺得說他們7000沒有比台灣厲害 就差不多這樣 對 那可是泰國的7000呢 它是什麼都賣 而且它的加熱超強 可是我覺得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樣 有什麼不一樣 你知道7000最厲害的是什麼嗎 7000最厲害的是什麼 是電源 是電源 電源會i-bomb 就是i-bomb 影影會微波 它只差沒有幫你顧小孩 哈哈哈哈 現在7000的電源會做的事真的太多 高中的時候有在7000打工 你在7000打工啊 對 可是我現在去7000的時候 我都真的沒有辦法想像 為什麼電源有辦法做到這麼多事情 它會泡咖啡 會搖珍珠奶茶 然後你知道 就是 就是他們會做的事情很多 其實我覺得是很最厲害的是電源 好啦 台灣7000的電源最厲害 真的很厲害 然後泰國是賣東西賣的很多 我們來逛一下 這好可愛喔 我想買這個 欸這個 真的很可愛 這什麼 這是蜜粉嗎 粉餅 這超可愛 我跟你講這個蘇珊看到肯定百分之百買 你不要因為蘇珊買 就你自己也想要買 這個也很可愛啊 我剛才看到一個超可愛的 很可愛 欸為什麼啊 他們7000怎麼都多米奇的東西 紅紅 超可愛的 看 眼線液超級可愛的 欸這個有點太超過了 對啊 欸這個是什麼概念 你聽我講 什麼概念 你先轉換聽我講 就是百貨公司一樓 就要賣化妝品的概念 對啊一進來就是這樣 裝成騙你們這些 欸這真的很多啊 這真的很多啊 好我先跟大家講 推薦來7000買一樣照片 一樣是什麼 哦天啊 這四罐 我想要買回去送人的說 龐式的BB霜喔 這是 這是龐式的 這是BB粉 哦不是BB霜喔 它是被子粉 那它具有防曬功 是就很多人都會拿它在 就是化妝前訂裝用 重點是你知道它還多少錢 它還30塊 什麼錢 29塊泰銖欸 剩四個 別幫我重複幫它 攔截你謝謝 全部 哦 謝謝 龐式的喔 對 而且你看這女生一定都會用得到 而且它還是綁上 可以往前逛了嗎 可以可以 可以嗎 可以可以 我們要買一下牙膏 飯店沒牙膏 買一條最小的牙膏 欸黑人 這麥林台灣的嗎 看一下 這一塊就是在台灣 不太能賣的是藥品 對啊 它的藥品啊 其實賣蠻多的 好多喔 你有推薦什麼 買什麼藥品 有 我跟真心跟大家講 我們每次來泰國 都一定會買那個東西 一定有 我早上 防蜜藝嗎 對 感覺吃了這個我就很勇猛 泰國的防蜜藝 你要買這麼多嗎 沒有必要 沒有沒有沒有要買 我只是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 我們覺得這個牌子的防蜜藝 非常非常好用 其實我們來泰國 有一次物打物撞買到 對物打物撞買的 然後買了它之後 我們就沒有買過別人的牌子的防蜜藝 可是我們買的不是噴射的 我們買的是乳狀的 回去再給大家看 因為這家沒有那個 這家 可是我想實在 泰國防蜜藝可能都比較濃嘛 對 就是可能它的 因為我們真的有試過蜜藝 我們就把腳伸過去 它真的就不靠近我們 你確定不是你的腳太衝嗎 不是 有可能是你 因為這個蜜防蜜藝真的非常好用 好用 對它可能有含一些台灣不能用的成分 等一下 又迷失了 只有這個肋膏 真的嗎 對 只有這個肋膏 我看人家都推薦說它的肋膏很值得買 這個DIY很便宜 我們很推薦 上次又有買過 非常不錯 很好玩喔 可以去看又有的頻道開箱這個 而且很便宜 這多少錢 20塊 20塊 都20塊 它這個裡面是可以自己做東西吃 它就是很像日本的滋芋果子 它有附很多東西 可以讓小朋友做 可是它普遍來講它比較簡單一點 可是它才20塊錢 這買給小孩真的很便宜 對 我們買超多的 可以送人 對 出現了 噢 秘密對這… 看 它就差一個水芯 然後帶我去找水芯 等一下 這個裡面是什麼東西 空的 有啦 有東西啦 有東西啦 這個可以啦 這一個多少錢 59 1個59 那妳回去要幫按摩喔 回去可以幫按摩嗎 我幫你採貝 什麼 我幫你採貝 不用 不需要你 我需要 我需要聖妹幫我按摩 這不錯吧 我就插水星 我沒有帶錢 拜託 求你讓我買 好啦 買拿拿拿 耶 這到底什麼東西啊 有人知道嗎 可以在底下留言 你是因為盒子 對 我是因為盒子 女人就是膚淺 會因為外表而買一個東西 對 可是這個盒子凹到 可是我還是會買 這個摩擦的Git Can也很好吃 不過現在台灣也有 大家好其實泰國跟印尼 都喜歡賣小包的東西 他們都會賣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他們比較沒有儲蓄的習慣 所以他們覺得 買一點東西買一點東西沒用 所以他們的Gamma Dian 還有菲律賓也是一樣 就是他們都喜歡 買一點點買一點點 他們不想一直花太多的錢 可是我來泰國我也都會買這樣 去旅行的時候 買這樣子很方便 所以我都會買這樣 因為我上次買的已經用完了 就是剛好在品牌 其實超常人買到花生跟海苔 可是今天就不講了 因為其實那個超市買更便宜 我們來介紹一些超商才有的 就是微波食品 我覺得泰國 泰國有一個微波食品 我覺得是必買的 而且超好吃的 基本上我覺得微波食品很難超越台灣 超越台灣大概就只有泰國 這是泰式打包豬肉飯 其實強烈推薦大家可以來買 基本上就是這個牌子啦 就是EZYGO啦 就是這個牌子 35 超便宜 而且它的東西真的蠻好吃的 它的微波食品這個也很好吃 哪個也好吃 這個上次天哪也有吃 這好好吃喔 真的也是雲吞的東西 這種是肉的 還有一種是有蝦仁 有蝦仁的也是55 這個是35 這個也很好吃 大家如果來泰國啊 想要稍微省一點 其實超商的微波食品 我自己覺得啦 真的很便宜 其實蠻好吃的 真的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是說 其實上一次我們來泰國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訂飯店早上 我們吃了很多 熱鴨吐司 熱鴨吐司它有超級多種 欸我超喜歡吃這個熱鴨吐司 裡面它有 熱狗的 對這好吃 而且它像它今年也有推出很多很厲害的口味 聽說什麼鮑芋頭的啊 鮑芋頭在哪 不知道 好像可能就是有一些可能是 啊真的真的 像這樣 欸這好特別喔 你看這個 這是鮑芋頭的熱鴨吐司 對它的吐司聽說都還不錯 這個25塊 這個也好酷喔 這是大阪燒吧 章魚小丸子熱鴨吐司 我們吃這個聽說還不錯啊 可是其實我們自己是有吃過像這樣 所以泰國可能算貴 可是在台灣物價來講 真的都很便宜 然後這個 這個我也愛吃 這是鮭魚的吐司 這個也好吃 其實我最推薦是熱狗的 這是什麼 喔對 這是熱狗的 我喜歡熱狗 對 這是7-7才油 就是如果有時候旅行中想省一點啊 不一定要訂飯店的早餐 你只要訂一間旁邊有7-7的飯店對不對 對就可以了 它其實這個真的蠻好吃的 對可以省 然後像這個這是新的 你看這裡有個太陽蛋 很奢華欸 32 泰國的 現場 現場 現場選一下 太陽蛋 SUNY R 你把人家弄掉 要煎起來 好 煎起來 太陽蛋 我記得我們吃過這個 這個蛋也好吃 這個有點類似那種半熟蛋啊 這個蛋我們吃過 好吃 然後這邊有一些蛋糕 不過蛋糕類的我們沒吃過 不曉得好不好吃 你介紹超過五樣了耶 這種東西 這個很好 這個我記得我妹妹每次都會買 啊是這個牌子 對 可是之前沒有這個 對 欸這新的耶 這Greek的好好吃喔 明天好愛吃喔 泰國的優格又便宜又好吃 你看 這樣一個優格才14塊 台幣就10塊出 對 優格真的好吃 這個台子真的很不錯 Greek 對 就是我們買過的泰國的那個牌子 最喜歡的是它 對 我剛發現很多聯名都是他們家 都是他們家的 對啊 然後你看這個 哇 比卡很厲害 對啊 你看 那裡是比卡 那裡是比卡 什麼都是比卡 都是他們家的 喔 真的 它出了很多聯名 欸 買多少錢 一千兩百多喔 真的買很多袋耶 比昨天在Big C還買的還多 對 因為最主要我們還買今天的晚餐 今天的晚餐 然後 買了一袋 兩袋 三袋 不見了 不見了嗎 就算藏起來大家還是知道你買一堆了 對 還有我這一袋 總共買了四大號啤酒啊什麼的 好啦我們不能再買了 其實箱裝不下 對真的會裝不下 買太多很蓬鬆的東西 今天影片已經結束喔 如果你喜歡老爸的影片 然後再買到我的影片 我們明天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